跟台灣那種乾髮噴霧一樣 只不過他比乾髮噴霧好用一點就是 他只要拍個兩三下 他就可以達成你的頭髮完全不油的狀況 甚至你頭髮想要根根分明的朋友 他也可以做到 真的很厲害 超級有用的 而且台灣跟日本的價格真的差蠻多的 至少有差一倍的價格吧 如果在日本有看到這個的朋友啊 一定要買起來 在唐吉河德裡面 買最多的東西 他就可以讓你的頭髮安安靜靜的睡在那邊 但是讓我覺得有一點 哪泥 金窩銀窩還是鳥窩 只要做得開心都是好窩 歡迎收看燕窩計畫 我是燕 相信大家有關注我的動態的朋友都知道 我剛從日本回來 那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從日本帶回來 覺得還不錯的好物 究竟我在日本的時候 都買了哪些東西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通知喔 首先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無印良品看到 非常厲害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 日本無印良品限定的香氛口味 它是柚子的香味喔 這個我一在日本看到的時候 我就為之瘋狂 它這個香味啊 真的就是柚子皮的味道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柑橘調 所以它的味道聞起來呢 我一聞到我就馬上 放到我的購物車裡面 我就勢必一定要帶回來 儘管它再難帶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玻璃製的東西 真的很難帶回台灣 如果你有在日本呢 無印良品看到啊 一定要把它帶回來 因為它真的太好聞了 而且它是日本限定的喔 推薦給大家 再來啊 下面這個東西啊 它也是一個玻璃製品的東西 想盡辦法要把它帶回來 完全不會後悔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 從伊德利帶回來的這個玻璃的杯子 這杯子啊 我真的覺得真的太好看了 尤其它這個 像是長紅玻璃的質感 真的超級好看耶 不管是喝水啊 還是喝飲料 甚至是一些有顏色的東西 它看起來真的超級美 費盡心思要把它從日本帶回來 我在台灣很少看到有像這樣子的杯子耶 一看到就覺得超級吸引我的 不過它帶回來真的是有點危險啦 它這個玻璃的厚度啊 我自己有跟其他的牌子比較過 它這玻璃的杯子啊 真的很有份量耶 再來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誘因 它的架上面只剩下它最後一個 不就是暗示著我一定要把它帶回來嗎 結果帶回來之後啊 真的是讓我覺得有一點難度 I'm made in China 不過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看啦 買回來之後完全不會後悔 應該吧 相信大家看過我之前影片的朋友啊 都知道 要找到一個非常好用的購物袋 真的很困難 這次啊我在日本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買到好看又好用的購物袋 這次終於找到了 就是它這個牌子的購物袋啦 這個購物袋啊真的太厲害了 它呢就是你把它打開之後啊 你不管怎麼展開 不管怎麼亂收亂拿 它只要這樣子一拉 它就收好了 等於說它可以快拿又可以快收 真的太方便了 而且我找它真的找超久的 像我去年在大阪的時候啊 就很想要找它 跑了好幾間的藥妝店都找不到 這是在東京的所有的東京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它 而且超級多花紋可以去做選擇 像說價格真的不太便宜 不過以它好用的程度而言 我覺得它非常值得我入手 如果你再找一款 好看好收又好拿的購物袋的話呢 這個購物袋呢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購買喔 再來啊下一個啊 是我在台灣 就非常期待可以買到它的 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這個蓬蓬粉拉 這個蓬蓬粉拉它非常的好用喔 因為平常我的頭髮是屬於偏油性的頭髮 很常就會看起來油油的 它只要打開在我們的頭髮上面呢 拍個幾下 撥開之後 你的頭髮完全就不會油了啦 超級厲害的 那這個東西呢 它不僅小巧可愛 又非常好攜帶 跟台灣那種乾髮噴霧一樣 只不過它比乾髮噴霧好用一點就是 它只要拍個兩三下 它就可以達成你的頭髮完全不油的狀況 甚至你頭髮想要根根分明的朋友 它也可以做到 真的很厲害 超級有用的 而且台灣跟日本的價格真的差蠻多的 至少有差一倍的價格吧 如果在日本有看到這個的朋友啊 一定要買起來 推薦給大家 再來這個啊 我是在日本的排行榜上面看到 大家都忍手必拿一個的 它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啊 其實我剛開始看到的時候 還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它真的很好用耶 它就是這個 可以讓頭髮不會看起來那麼毛躁的東西 平常上班前啊 在整理頭髮的時候啊 在後腦勺的部分啊 這會有幾個頭髮是翹起來的狀況 有時候用髮蠟呢 又沒辦法讓它好好的躺平下來 不過用它真的很厲害喔 它裡面就是一個很大塊的 類似膠的東西 我們只要呢 在我們的後腦勺就碰一下 它就可以讓你的頭髮 安安靜靜的睡在那邊 它就完全不會再起床了 真的很厲害耶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讓我的頭髮安穩的睡在那邊 真的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非常推薦大家 然後同廠加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它也是一個可以讓頭髮安安穩穩睡在那邊的東西 而且它也是 目前在日本 很熱賣的一個商品 那就是一個 瀏海的這種梳子 算是可以幫助你瀏海 可以讓它固定定型的東西 它呢也是可以梳我們後腦勺的頭髮 讓自己的頭髮固定在那邊 不過使用起來呢 我自己還是覺得這個比較好用 以男生的角度而言 這個東西呢 可以比較快速的幫助 後腦勺的部分固定跟定型 那這個的話呢 比較適合女生 它比較適合用一些在瀏海的部分 它呢 就是非常適合梳那種空氣瀏海 可以有那種根根分泌的感覺 我自己用起來就真的很像條碼 所以這好像不太適合男生去做使用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個 不過兩款呢 都推薦給大家 再來就是這個啊 我同事推薦我推爆的喔 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去角質的護唇膏啦 這個是鹿華農的牌子 然後聽說呢 在2021年的時候呢 是熱銷的排行房的前幾名 應該是第一名吧 這個呢 好像有兩種的香味啦 我這個的香味呢 是薄荷的香味 它在使用的過程中呢 就是會有一種沙沙的質感 我自己在想 應該是糖之類的東西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就會有去角質的功能喔 它就會有點沙沙的感覺 沙沙的感覺 然後呢 你就是在使用的過程中呢 那個糖粒呢 就會慢慢的化在你的嘴巴上面 變甜甜的感覺 就算是不小心吃到啊 也不會覺得有一種很噁的感覺 我自己在使用的過程中呢 真的覺得有幫助 自己的嘴唇在去角質 我自己的嘴唇啊 在洗澡的過程中啊 都會覺得就是有一些 死皮會浮起來 使用完之後啊 真的會減少那些死皮的產生 非常推薦大家啊 不過這個東西啊 在日本真的 不是那麼好找 我是在一家 唐奇喝德裡面看到的 所以你有看到的話啊 記得也可以買一下喔 再來啊 很多人去日本啊 都會去買一種 叫做 清汁的東西 它就是大賣弱業的產物啦 清汁這個東西啊 就是幫助自己消化 以及增加自己的纖維攝取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很害怕清汁味道的人 不過啊 我在日本就有看到這個東西 讓我為之瘋狂 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 水果味的清汁 它是有添加酵素的清汁喔 喝起來就沒有一般清汁的那種 澀澀的味道 我真的很討厭那種清汁裡面的草味 真的太害怕了 但這個呢 喝起來完全不會有草味 它就是有水果的味道 而且它有添加酵素 等於是你有攝取纖維質之外 你也可以攝取到 應有的酵素 幫助自己排變得順暢啦 不過啊 透過這種纖維攝取啊 其實還是有限啦 如果你想要完整的攝取 真正的營養 還是要吃到真正的蔬菜水果 才能完整的攝取 所有的營養成分喔 再來就是我在唐吉喝的裡面 買最多的東西 這東西就是這個 菇菇的餅乾啦 這個菇菇餅乾啊 真的超級好吃的 我剛才史阿仙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先買了一包試試看 沒想到 買了一包回去之後 為之驚人 它的味道真的超級好吃 你喜歡菇味的朋友 不是許若瑄那個菇味喔 就是喜歡香菇的朋友啊 這東西真的很值得你去購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好四多的那種菇菇餅乾 它裡面有添加一些調味 這個味道又更好吃一點 我自己覺得吃起來非常順口 還有出這一款 這款是純香菇的版本 它裡面的味道有點自然的調味 它吃起來的味道啊 會比這個的味道更有風味一點 像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很害怕吃這種 傳統乾香菇的人 但這個東西可以讓我 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去 就表示它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而且吃起來真的很順口 像這兩個啊 我都各買了好幾包 看到這個千萬不要吝嗇 就買下去就對了 一定要買起來喔 其實今天介紹的這些東西啊 都是我在日本的戰利品的 冰山一角而已 我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欸我要分享什麼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對於今天的分享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會再拍更多的戰利品分享 那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有興趣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通知喔 煙磨激化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嗎